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大众在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汽车厂商 在中国大众的销量非常的高 旗下有非常多受欢迎的车型 轿车 越野车 旅行车 一应俱全 因为德国人很严谨 制作出来的东西也备受信任 去年大众为了替代很久已经没有换代的涂锐 而推出了涂昂这款车 这车非常的大气上档次 外观内饰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但是有些想入手涂昂的人们 会因为涂昂只有7座车型 并且偏贵从而放弃这个打算 会去考虑购买相对便宜的涂关L 因为涂关L这款车主打的是中端市场 涂昂主打的是中高端市场 虽说比涂昂各方面都有差距 但是毕竟因为价格问题 再因为涂关L这款车确实很好 所以很多想购买涂昂 却因为价格或者只有7座的原因 而转去购买涂关L 可是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 涂王居然推出了5座车型 这简直就是福音 因为5座版涂王不仅价格下跌 还不缩短车身 是皮卡及后备箱 5座版车型相较7座版车型 外观并没有区别 之前一直想入手的 可以考虑去购买涂王了 因为涂关裸车也要20多万 而低配的5座版涂王裸车 只要30万 相差已经不大了 最重要的空间上 涂王比涂关L大很多 内饰也比它好看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为啥这是一个福音 如果很喜欢大众越野车的朋友们 在涂王5座和涂关L5座之间 不知到选择哪个的话 就看自己的需求吧 如果家庭人员较多 并且不缺那几万块钱 就为涂王吧 毕竟大很多 但是需求没有那么大的话 也可以考虑涂关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